Hello大家好,我是真小肥 今天我们要过大海啊 过澳门啊 然后我们现在先从家里出发 开车到恒勤跟我姐会合 然后呢,就叫我姐呢 用她的两地牌直接开过去 三个司机,剩下一笔路费 换车,换车 对不起啦,骑到啦 噢,走路过关 噢,过关 呀,好久没来澳门啊 经过了漫长岁月,五分钟 呀,是澳门啊 一年没来,又没来过啊你 第一次出城,装车接送 保姆车 我们到的第一个打卡点啊 看戏啊 又说澳门没人,这么多人都没人 哇,这个用柴果煮啊,不知道 手打咖啡 400下手打哦,这是热的,这是冰的 猪托包,好稀哦 这里,来姐夫 猪托芝士豆 猪托包咧,第一站吃猪托包 昨天吃得好吃还是,热门的好吃 嗯,可能 我们的公仔面好吃吗 好吃 我昨天是买白虾 什么茶 差不多吧,黄瓜面那些味道 不是呀,挺好吃的 我吃得大到来 不吃什么叉子 不吃什么叉子 博人不吃,有硬 看见那个包皮是脆的 不要紧张 不好意思 好喝哦 这个超滑超酸滑 跟奶油巧克力一样 好甜哦 我知道他加了很多糖去打这个咖啡 太容易 哇炸猪瓶哦这个好棒 哇这个真的超棒啊 我今天要破街了 然后他这个是腊鱼 这腊鱼是啥呀 就罐头吗 就一个罐头 没有 这样也能上桌 可以 试一下 就是罐头 我很吃 那我们的味道试一下 嗯这个真的 我觉得是香 还香啊 好香哦就是猪扒炸的 还有香港的味道 说香港就没那么大分 然后他们的必至姜汁 辣酱 我先先给一个喝了 蒜蓉 泰式的辣味 挺好吃的 真的有点香 本来就是这样 死你我要喝了 死你可以喝了 那你试一下腿飞的公仔麵 你去那里是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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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西红 它黑到好确的硬度 刚刚好煮熟 你之前没有 人生无论自己画屎 都已经这么高 走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关亚街了 关爺街 关亚街 有看西红咖啡 没有人排队 以前很多人排队 网红咖啡店 没有人排队 没有人排队 幸好有大姐 现在很晒 走 去关亚街行吧 我带大家来 拍一下现在 吓死我了 我心都跳出来 Hello Hello 你好 你来到几天了? 刚刚来的 刚刚下车 是啊 你来到几天了? 你来到几天了? 两天了 你们过来玩是吗? 有什么需要 你们澳门人 本地人 有什么好推介 其实没什么好推介 好了 明白了 我姐姐也是这么说的 没什么好推介 因为带得很静 我们昨天出去吃饭 静到6点 上午的酒店 所以 崩溃了没有?澳门经济 崩溃了 快点开心 好好好 拜拜 好尴尬 真的吗? 我就告诉你 因为我在港港澳 很红的呢 你都不相信我 好妙 只不过是因为内地太大而已嘛 yes 终于要过满了 我感情 吓死我 然后我们进来了关雅街 隔壁的耐克店 好多人哦 就我觉得这种店还是挺多人逛的 你看那么多人 不过不是我买啊 我不会买啊 就这个这个屌毛他在看啊 他看也不一定买啊 大家别喷 就是看一下 耐克耐克 你对耐克有什么看法 我怎么喜欢啊 屁耶 哈哈哈 那我为了证明 我是缺斯凯提的 我是穿 艾迪达斯 艾迪达斯也是 也是烧货 走 摆摊 啊感觉澳门这种摆摊的质量了 还不如那些了真的是 现在这个内地找不到 不会买一些东西 因为没人买 因为带大家实拍一下关雅节现况啊 看看是不是很多链都倒掉了啊 都是没杀人了 因为不是旅游忘记 现在很淡 非常的淡 而且清明节假日过后的淡季 餐厅呢 料污人烟 啊这间呢是以前我最喜欢吃的 木康布丁 啊帮着一间 帮着一间 哇这间什么来的 新的 两间 啊两间 其实我觉得 它不是崩溃 是可能澳门呢 大家都 常常去呢 去一下去一下呢 就觉得其实不是很好玩 因为澳门很小嘛 其实都多的啊 真的都多的啊 但是都没有香港那么严重 香港最严重 整个尖沙咀都空了 这里就那些很贵的巨记啊 安德鲁啊 这些一直都在啊 这些饼铺 这个肯定是 但是租金很贵 然后现在又疫情什么的 感觉大家 真的是很难经营 没人的 这么好都没人的 带来来都没人的 带来来都没人的 带来来真的不好吃 60元一个 是不是都60元啊 贵的什么 感觉怎么样 感觉以前 以前两三年前过来 都是你几我我自己的 嗯 就有客区 很爽啊现在 其实人还是有 可是绝对没有很多 很多 我们吃安德鲁蛋炭 和榴莲雪糕了 榴莲雪糕很贵的 但都要吃 因为要打卡 好的店铁就永远真的有人排 无论它多贵 30多元 40元一个雪糕都很多人排 大中午现在几点啊 1点 50 对啦 4月10号 啊 长州榴莲雪糕都很多人排 如果不是要打卡 我肯定不会买啊 现在滴血啊 45块啊 45块在内地 可以买半个榴莲了 孩子试一下吧 墨艺的榴莲雪糕 好香啊 这个马来西亚 还没是这个顶级的 这个D24不是猫山王 这个不是顶级吗 这个不是顶级吗 不是顶级啊 顶级60多元 70元啊 可以 啊 每一口就在吃榴莲 嗯 还要吗 应该配差不多 是这样的 味道可以 味道是很香很臭 我口感就吃了这个变价 我应该会吃榴莲果肉 比吃榴莲雪糕多 对 长州芒果了 啊很久没吃过了 珠海都没这道菜 这道菜 其实香港人才会吃的 这里榴莲糯米池在20元 我感觉这个榴莲糯米池 就比那个雪糕滑散 我记得香港芒果糯米池 普遍的价格是12到15元 这里是20元 有 有 怎么样 是不是很绝 这个真的很绝 这个内地做不了耶 不知道为啥 过了一条河你就根本找不到这种玩意 就有个池加拿芒果 好美啊 这个池加拿芒果 好美啊 好美啊 这个芒果很甜 就20元来说 有点贵 可是很好吃 很好吃 然后又够冰 咬下去是那个喷汁的 也不会太熟 恰到好粗 哎呀 糯米卷卷 咦 你可以考虑摆个档 去小摊 大家煮好用饭吃 在关亚街逛累了 就可以来到这里有个很舒适的凉亭 真的是非常舒适 不停的被蚊子咬的舒适 全这个都是 GG了 在厕所隔壁有个人正在买WiFi 买流量 买了半天都弄不清楚 好贵啊 安德鲁葡萄酒 1989年 很久了 他是好像这个安德鲁是一个 澳门混葡萄牙的人 就是混血的 所以呢就在这里弄了一间 葡萄人做葡萄嘛 感觉正宗啦 试试咬 没有这个葡萄是他创的 所以他叫安德鲁 这个人创出来的 10万个 好啊 点一个咯 我钱来的 你不行了 不是有银仔咧 银仔怎么够10万的大佬 2.5元就是10万的 那些拿来搭车嘛 以前只有一间在马路边 停车又难停 人走进去又很远很偏僻 这里观影家有一间 非常方便 哇好油啊 好油啊 拿出来看看 没学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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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尴尬啊 安德鲁葡萄是我吃过澳门最好吃的葡萄 嗯 没油之一 1.10万 算是这样啊 不是特别贵 来 哈哈哈哈 好烫啊 我觉得有点太甜了真的 不但适合现在 年轻人喜欢那种健康饮食 好味 因为太甜了 然后 它的皮带是焦糖脆的 好吃是真的很好吃 腻是真的非常腻啊 就我只能吃一口 Circle K啊 葡萄色 试哈 葡萄色是我们 这一杯 学生时代很爱的一款 提神饮料 好像喝过 好像没喝过 酸酸的